《金城怪物》第二季上线 男主角普旭俊回顾了与女主角韩潮席 在第二季拍摄的一些场面 其中重逢的感情戏让普旭俊印象深刻 她说这一幕是为了凸显两人之间 浅示今生强烈的情感 导演表示希望这幕是一个简单的画面 从远处观察这对恋人呈现具有宿命感的镜头 从女主角影踩玉扔掉外套 倒与男主角两人永稳在一起 普旭俊坦言感觉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文西也是他最喜欢的场景之一 而导演也称赞很满意拍摄出来的结果 《金城怪物》第二季Netflix耗资5200万美元 媲美好莱坞大片制作成本 却没有反应在口碑上 热度不如黑白大厨 让剧民们都感叹可惜了普旭俊和韩潮席 精彩的动作场面和演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园